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7号 周二的大声奇迹 我是于国卿 昨天晚上美股继续大涨 尤其科技类股 昨天的纳指涨了190多点 然后尤其废半大涨2%多 涨了超过100点以上 那昨天为什么美股会继续大涨 为什么大涨 那重点在于 昨天的大声奇迹 你看了没有 到不来 这个昨天 昨天在节目上 我就大盘的部分 我跟大家做了很多很重要的预告 第一个我就讲 我说这个昨天礼拜一 台股之所以会上涨 自来自于上个礼拜五的晚上 美股涨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五的晚上 还记得这个吗 这是上个礼拜五 在5月3号那一天 5月3号那一天 这个美股为什么涨 是因为就是 美国发布了4月份的 这个就业报告 那尤其在非农那一部分 那个4月份的新增人数 只有17万多 比3月份的31万多 远远的少了很多很多 但是呢 这个利空就是利多 因为现在美国这个股市 最怕的就是费的不降息 或是升息 对不对 可是因为上礼拜五晚上 他的这个非农就业这个数据出来呢 哇 这个因为就业数据人数减少很多 所以市场上又开始对费的这个降息 开始重燃希望 这是造成上礼拜晚上 美股大涨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在昨天我更提醒你 我说美股的上涨 你不能只用一天的短线的反弹来试之 因为他们礼拜五的上涨 是来自于这个 他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数据 那通常来讲的话呢 这个就业数据 它影响美股的涨跌 可不是短短的一天 这会是一个比较有连续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昨天跟你讲 我说有利于美股连续连续连续的往上涨 所以果然昨天晚上美股继续大涨 而且重点是我昨天 我在节目上跟你讲说 美股会连续涨的过程当中 还特别提到第二个重点 各位这是今天 你看昨天晚上 这个NASDAQ又涨了192点 可是重点是在昨天的节目上 我特别拿这个纳指跟非棒 我跟你提到一个重点 我是说上个礼拜五 就是这个美国科技类股 顺着这个就业报告开始涨 可是重点是上礼拜五晚上 NASDAQ的上涨 已经重新占回到 这个六十字均线之上 对不对 我特别跟你讲到这一点 而且我昨天讲了 我说通常以美股来说 因为当通常美股在跌破 这个六十字均线 就他们的季线 跌破之后呢 通常就会进入一个 这个中短线的整理 那等到指数呢 重新站回到六十字均线之上的话 通常代表一个新的坡段 要开始上去了 我之前有没有特别跟你谈到这件事情 好你看果然 就是因为昨天站上去了嘛 所以这个再来 上礼拜五站上去了 所以昨天呢 果然跟你继续往上走 而且你看哦 已经哦 又串了短线的新高 而且几乎要准备开始去挑战前高 那费办也是一样啊 费办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之前不是讲吗 刚好反弹到这个六十字均线 这个地方来 但是我说随时要赶快就要 随时就要开始上去了 昨天晚上啊 你看涨两%多呢 也稳稳的站上 这个六十字均线之上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从这个美股来看的话呢 那一个新的一个多头破 我说我昨天就讲嘛 我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美股有机会继续上去 既然美股有机会继续上去 所以我昨天就讲对不对 所以我说啊 那对台国来讲的话 绝对是一个上涨的利多 所以今天果然呢 加均指数今天的盘中的这个高点啊 又再创这个短线的新高啊 所以而且带动今天盘面上 尤其你看今天盘面上 基本上还是电子股 尤其像AI有没有 今天你看哦 这个技嘉售盘涨了6%多 那技嘉涨6%多 我在想它要不是这个 四月份的这个营收很漂亮 就是公布的 就是准备要公布第一季的财报会很漂亮 反正不是 反正是两个当中的某一个 所以可能未来这一两天 你看一看到底技嘉公布了这个 四月营收也好 或是公布第一季财报 看起来应该会不错啦 好 那我的意思说 那既然这个地方 这一波上来又是 尤其在这两天呢 这个盘面上的主流啊 又回到了这个电子股里面去 本来在前两个礼拜 多半电子股是处于一个中断整理 所以这个过去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两个礼拜的时间呢 盘面上最强的是什么股票 对啊 营建股啊 营建股啊 可是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在上个礼拜六 我在我的这个 就是那个股市大攻略的群柱里面 我就讲 我说营建股你不要再去乱追一通 因为资金会随时会回到电子股里面去 就从昨天开始就是这样子 而且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盘面上啊 这个真正比较主流的股票 基本上又回到电子股去了 所以这个对于 我也在讲 这个对于未来的五月份呢 甚至回到第二季以后去呢 对台股来讲的话 绝对是一个正面的 对不对 因为过去那两个多礼拜 盘面上强的是金融股跟这个营建股 但大家心知肚明嘛 你金融股也好 你营建股也好 怎么可能带点大盘一路往上冲 大盘要能够挑战前高 终究要回到电子股身上去 对不对 所以你看昨天 尤其今天这个情况 是越来越明显 好吧 好 所以你看 给你预告的 昨天给你预告的东西 今天通通验证给你看 通通验证给你看 对吧 都验证给你看了 好 而且各位 其实我说了 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说 这两天大盘 我跟你讲说会涨 各位 其实重点是 这一波 大盘真正的反转在哪一天 在4月24号的这一根 就是这个地方了 就是回头往上的第一根红棒 当时在 我问你 4月24号那天 你有没有看当时的 这个在股市大攻略 当时我是在股市大攻略 在讲这个东西 当时大臣奇迹我也有讲了 当时 市场上 我问你当时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看多还是看空 一片看空 可是当时在 24号那一天 我在节目上 我就在谈一个关键的东西 我说这个地方 有机会形成一个导撞反转 你懂什么叫导撞反转 V转 V转 那为什么那天 我跟你讲说 这地方有机会形成导撞反转呢 我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那一波的下跌 跌了1500点 市场上跌的 一片恐慌 对不对 可是我说 其实当时跌到 季线附近的时候 已经出现三个往下的 调控缺口 可是尤其在24号那天 我说当天盘中 已经把第三个调控缺口 已经封闭掉了 大型股已经把带头 把第三个缺口 已经封闭掉了 既然封闭掉 代表这个地方 已经第一个 有反转的机会了 只是不知道 你懂不懂这个道理而已 第二个 因为那天的上涨 又是以一个往上跳 反正出现一个 多的跳空缺口 那我说既然这个地方 有个多的跳空缺口 所以我说 那这两个小红小绿的棒 有可能会形成导撞反转 从我那天讲完之后 有没有 我说这个地方再来 再来 多头有机会开始要转强了 多头转强 在那一天我请问你 全市场除了我之外 谁敢跟你这么讲说 多头有机会要转强呢 到今天 证明为国庆 是不是又在 真正在反转的第一时间 在第一时间 我全部都给你做了这样子的预告 到今天来 全部再印证一次了 好各位 如果你对于大盘 对于指数你真的看不懂的话 那我建议你了 大胜奇迹 每天暗示看 那我想对于你的整个的 对于大盘的认知也好 不过当然因为个股的部分 我是在这个股市大攻略 这个都和我跟郭文贵谈 那指数的部分的话 在这个地方 对吧 各位甚至 你看像今天 其实以今天的这个棋子来讲 今天棋子 因为昨天好像没股涨 所以今天棋子确实也是开个高 可是今天棋子开高以后 事先给你往下杀过两波 好 那重点来了 今天盘动的低点来到什么地方 来到20536 536 各位其实我们取个整数了 其实就代表出 其实今天的低点 大致上就来到20550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今天盘动的低点了 这个再杀了14点 那个叫做不长眼睛的 去乱空一通了 其实今天的低点 大概就是来到20550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来到今天这个低档区了 好 那重点来了 那昨天 昨天 昨天 我在跟你谈 我说这个地方 这个多头结构 OK没问题 那反正整个的指数呢 就是沿着五日线呢 一直去震荡走高 我说这是从波段的角度 从波段的角度讲 沿着五日线你做多就对了 但是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那在极短线上 在极短线上 目前的下挡支撑 已经来到20550 最差最差 20520了 有没有 我说这个地方不跌破的话 兜头力道都算强 我昨天给你预告 20550 今天的低点 对 这里就是20550 今天最低值往下再砍了14点 就今天盘中的最低点 这一路给你拉上去 对 昨天节目你看了吗 没看的话 去把昨天的大神奇迹 叫出来看一看 这个 一个分析我再讲 我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真正的实力 不是每天收了盘以后来 基本上放马后炮 看独说故事 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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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关键性的东西 有没有事先在提醒你 有没有事先给你做预告 不要说短线的涨与跌 在这种关键性的转折点上 韦国庆 我有没有本事 在第一时间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24号那天节目 你看到没有 如果没有的看的话 一样 你去YouTube上面 你把当天的节目 你照出来看一看 当天就大盘 我是怎么样给你这样 做分析的 OK 而且当时我讲 AI在领头在转强 仍然是5月以后的操作重心 我把他给你讲这些东西 当时我通通都给你讲 到今天全部的验证给你看 好 来 那这个 现在也是一样 那继续呢 这个盘就继续 沿着这个5月行去震荡走高 这第一个重点 那再来呢 那明天以后在极短线上 这个极短线的资争 已经开始往上慢慢拉到 20560跟20530这个地方去了 好吧 就股票来讲的话 这个资金有回到电子股去的 这样子的迹象 好 来 各位直接讲完以后的话 那一样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顺序 我们把今天的 这个期货的操作 我先跟各位谈一谈 今天这个盘呢 开高以后 期货开高以后 这个期指开高以后 你怎么做 你做多还是做空 正常讲啊 昨天晚上美股 这个纳指也好 非半也好 都是大涨 对不对 那所以今天期指开高以后 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继续震荡走高 也就是说 今天期指开盘以后 它为什么不是 不是继续震荡走高 而是跟你先拉回这一波 各位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 这个 你有做指数的也好 或是你就算你看大盘 或是就算 你有拿股票做当冲 做短线的也好 问题是今天大盘开盘以后 就算你拿股票做短线好了 那今天开盘以后 你知不知道股票 应该先跑个短线 拔挡一下 等到盘中指数 回到20550这个附近 你再赶快去接那些股票 今天你知不知道指数本身 会先下杀这一段 好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我反过你 那为什么 当昨天我赵美股大涨之后 可是为什么今天指数 开盘以后不是继续涨 反正是先拉回这一段 为什么拉回这一段 我就说各位 你如何去判断 到底这个 加权指数也好 或是棋子也好 盘中 到底它什么地方会涨会跌 因为这个东西一定牵扯到 你就算你不要说 做期货了 就算你在做股票的短线好了 那你盘中大盘 什么地方盘中高低点 你也总必须先拿捏到 对不对 那今天为什么 会跟你先杀这一段 各位 如果说你是刚看大生奇迹的话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今天为了个庆 我带会员做这个棋子 有几个很关键的指标 其中有个叫做大户力道指标 那我再跟你讲 这个指标 我有发明一个公式 专门去计算 这个奇交所 奇货交易所 它在这个多空单的 撮合的过程当中 我用一个公式 我就可以算得出来 今天台股的控盘者 他们到底是在做多 或者做空 我问你 今天跳空开盘以后 跳空开上去以后 如果说这些控盘者 或是大户 他们在做多的话 那今天的指数应该是开盘以后 会继续就直接给你往上拉 会直接给你往上拉 那就变成叫做多头 很强势 但是反过来讲 不论昨天晚上美股涨或 例如像昨天晚上美股是大涨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大盘 反而开盘跟你先压回一段 为什么先压回一段 那铁定就是今天开盘以后 对不对 这些控盘者 他们可不是开盘去做多 反而是开盘呢 一定是在做空 在做空 所以这个指数呢 才会给你先压回这一段 对不对 那我说嘛 那透过微信这样子的指标 你是不是很简单的 就可以抓住盘中 大盘在哪里会涨会跌 对不对 你能够抓住大盘盘中的涨与跌 那你做棋子也好 你做股票也好 那盘中的操作 对你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很有帮助 你说老师 你说老师什么叫做大户指标 如果你刚看这个节目的话 你说老师什么叫大户指标 这个了 有没有 你看今天跳空上去以后 跳上去以后 对 大户在做哪一边 大户在往空的方向在做操作 在往空的方向在操作 你还记不记得昨天 昨天也是啊 昨天指数 开上去之后 大户在干嘛 昨天大户开盘 也在往空的方向操作 所以一样 开上去指数给你先杀一段 你还记得昨天礼拜一吗 对不对 意思到了大户 到了大户啊 由空开始翻多操作 此数盘中才拉了那一段上去 是昨天吗 你还有印象吗 那今天也是一样啊 今天一样 跳空上去以后 大户啊 是一开始 就之后啊 就开始往空的方向操作 而且今天基本上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空哦 就是为什么盘中此数 给你大杀两段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就这里啦 杀第一段给你再杀第二段 各位我相信今天很多 如果你有在做短线 或是你有在做棋子的话 大概在这个地方 你会以为盘中的大盘跟棋子 到这个地方 后面会上去 你会 你认为从这段会上 为什么 因为盘中将近快一个钟头的时间 此数到这平板这个附近 就没有再跌下去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拼命去抢多单 对你抢完多单 给你再杀一段 那为什么 其实各位 如果盘中你有看这个 大盘或是棋子的江坡图的话 我问你嘛 我们切到这个地方来 你会不会认为这个地方 已经看到这个短线的低点 盘中的低点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 后面继续下杀 那就是这个指标的利害所在 刚给你看过了 盘中横盘了那么一段时间 大户指标 看到的都是在做空 而且甚至后面 在这一段 这一段 他们那个做空的力道 还更强 所以那边给你再杀一段 看到了吗 这一段 所以你说这个指标 对于你判断 每一天每一天盘中 判断大盘 哪里会涨会跌 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对 我在讲 这个每个人你做股票 做期货 哎呀 开口闭口技术指标 什么KDIS 什么MACD 对不对 都是那些指标 我说各位 这个 这些传统的技术指标 你是可以用了 你不是不能用了 但是我提醒所有的人 我说 每个人做股票 做期货 一定都懂什么叫KD 这些什么技术指标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些指标 都能够让你 每一笔都赚钱的话 那应该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应该赚钱才对啊 那我问你 可是股市跟期货市场 是那个样子吗 对绝对不是啊 对不对 股票和期货市场 都是二八法则啊 代表着其实永远都是 少数人在赚钱呢 那你说 那你不是说 那我就讲 那我就讲 这不是很矛盾吗 所有的人都懂技术指标 如果技术指标 真的都可以让你 每一笔都赚钱的话 那全世界还有股票市场吗 还有期货市场吗 对啊 没有啊 对不对 那我就讲说 我说今天维国庆 我带会员所做的东西 我不跟你谈什么KDIS 什么MACD 我说我的SOP里面 我是用这一个指标 因为这个指标是在 就是专门在计算 这个其交所 他们的绰合单里面 到底大货在做哪一边 所以这个指标 绝对比你那个什么KDIS MACD啊 绝对准太多了 因为我问你一个 最难的问题嘛 今天盘通在这个地方 你的指标 应该都从低档翻多才对哦 因为这边下杀一段以后 到了这个地方来 你的指标 都会在低档 也许什么20以下啦 什么几以下 开始在往上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 会跑去做多嘛 可是问题是 那为什么后面再查这一段 那你这些 如果说我就讲嘛 如果你看那些传统基础指标 在这个地方 才刚刚从低档翻上去 然后你一看翻上去 你去抢个多单 就后面保委给你刷下去 你那些指标 又从对不对 又开始给你往下做交叉 这就是很多人 我说那基础指标的盲点 所在在那个地方 可是今天你看 你看今天大户力道指标 在这个地方 看出来什么东西 就是绿油油的一块 那我在讲 这个大户 只要是绿色的 代表大户是在做空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这个指标 对于你判断盘中的 这个指数 或者大盘的走势 重不重要 这是第一点 好第二点 这个今天盘中的高点 在什么地方 在20756 各位我们四色五路吧 就是代表说来到 20760这个附近 这是20761 比如说今天指数 开盘往上谈 谈到20760这个附近 就是今天盘中的最高点了 对不对 好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因为盘中的低点 这个20550 我昨天已经给你做过预告 有没有 我说再来支撑 你看20550 昨天我就讲 所以今天验证给你看 但是反过来讲 可是今天的高点呢 老师那说哇老师那这样子的话 哇好厉害好厉害 昨天就已经预告低点了 那高点 那为什么今天高点会来到 20760这个附近呢 那各位 那是另外一个 这个微游请我在讲 我带会员做期货 已经做了超过15年以上 15年 这个SOP已经用了15年以上 我在讲各位 今天我说嘛 我的SOP 我在讲我不跟你谈什么 什么那些什么技术指标 我只给你 我只给你讲 有两个步骤 跟一个规则 第一个步骤叫做盘前图 各位你看 今天高点为什么在20760 因为今天在8点半 8点半呢 我的盘前图是每一天的8点半 就发到会员的手上 今天的盘前图 8点半我就跟会员讲 不管昨天晚上美股涨多少 你看今天8点半 我跟会员讲 今天起子的第一个压力在哪里 今天这点就在20770这个地方 好 就算减个10点吧 20760 20760 代表今天的压力会在 20760到770 因为它今天开盘 它是开在733嘛 对 今天开在20733 所以呢 有没有 开在20720之上 开在20733 所以当它指数开始往上拉的时候 它一定会往上去 去碰20760跟20770 你懂得没有 因为指数是 它是从207 20733开始往上拉 所以呢 它一定会来到760到20 来到20760到20770 你听懂了没有 所以为什么今天最高点来到20760这个附近 果然就是变成盘中的最高点所在 而今天在8点半的时候 我已经跟会员讲了 现在的第一个压力 就是20770上下在这个地方 减个10点就是20760 所以你看 今天的低点 我在昨天的大盘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目前短线的下涨支撑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的高点 今天的高点 我在今天的8点半 我说过了 不管昨天上美股涨多少 可是今天的8点半 我跟会员讲了 今天第一个压力 会在这个附近出来 所以你看 所有今天的高点 今天的低点 全部都在今天起货开盘前 我已经通通告诉我的会员了 这样做指数 有没有变得很高干 我真的讲我说这个 很多人听到起货两个字 会觉得很害怕 有点起质好恐怖 好恐怖 各位啊 如果说一样东西 你已经很透彻的了解了 或是你已经很习惯 做某一件事情呢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恐怖吗 恐怖跟恐惧 一定来自于 你对这个事情的不了解 对吧 否则我就讲嘛 你每天你会吃饭吧 吃饭对于你来讲 你觉得恐怖吗 那叫做家常便饭 那叫做闭着眼睛都会做的事情呢 对啊 那每天你这个睡觉起床 你会吧 这种事情你会恐惧吗 不会吧 这东西都是你生活当中 根本就是每一天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起质同样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起质恐怖 因为你没接触过 或者你曾经接触过 可是你的方法不对 结果进去做一做就扒来扒去 所以你就觉得好恐怖 对不对 所以你认为起质恐怖 才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你没有接触过 你只听别人讲 哎呦 起质 哇 恐怖恐怖 而且你 我就讲嘛 因为你不了解他 所以你会恐惧 第二个 你有做过 可是你的方法不对 巴来巴去 你也觉得很恐怖 但是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如果棋子这件东西 如果说你有一套好的方法 你有一个好的过程 好的方法 能够把棋子 稳稳地拿捏在手上的话 变成你每一天 根本就是一个习惯的话 你会觉得他恐怖 你会觉得很恐怖吗 我就讲最简单的例子 今天的低点 20550这个地方 我在昨天都可以预告给你 今天的高点 今天这个高点 我在8点半的时候 我已经跟会员讲了 今天第一个压力 就在760到770这个地方 你等着看 对 我能够在起货开盘前 就把当天的高低点 全部已经告诉我的会员 昨天也跟预告你20550 你这样做起货 你觉得有什么恐怖 恐怖在哪里 一点都不恐怖 反而是对 彻底把它拿捏在手上 我问你 你做指数 就像你做股票一样 我讲 我说各位 你不要 各位 我今天很多人讲 说台股最大的一档股票 是哪一支 大家都说台积电 我说不对 台股最大的一支股票 是台子旗 台积电排在后面 所以我讲 而且我一直讲 我说 其实很多人做股票 为什么做得里里拉拉 因为你经常去做一些 你不熟悉的股票 如果说你长期 譬如说你永远只做一支台积电 我相信它的高低点位 你会拿捏得很好 旗子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只要每天每天 按照SOV去做的话 那高低点会长会跌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而且我讲快一点 来来来 所以这样讲够清楚了吗 所以我的SOV 每一天在8点半 当你盘中的高低点 我就先通知会员 再来盘中 从8点45分开始 到底今天这起子会长会跌 我说也在讲 看的不是昨天 好像美股的涨跌 因为美股的涨跌 顶多影响开盘 往上跳往下跳 但是跳过之后 后面要涨要跌 你看的绝对不是 不是美股的涨跌 你要看的是 我的大货率道指标 盘中每一分 每一秒 即时计算 即时计算 那对不对 你就知道 到底空盘者再多 做多或是做空 所以后面会长会跌 马上就知道 好 当这两个步骤好了之后 再来 对不对 我讲的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当天 大货指标 大货在做空 而这个转折 就是盘中这个东西 盘中的 这个箭头 叫做盘中转折点 那如果说大货在做空 而转折箭头也翻空的话 那这就是盘中 你做棋子 最好 就是最快乐的送分题就来了 对不对 我就讲 只要这两个指标有同向 你赶快做 这是盘中 盘中 猜身也要送给你的送分题 今天你开盘 大货在做空 开盘以后 在20736这个地方 箭头翻空 大货在做空 我探猛利 你会做什么东西 空 你现在一秒钟 两秒钟 两秒钟 你大概就知道说 我该做空 但是我请问你 你光看盘中 你看这种江坡图 你怎么知道 到底后面会长会跌 回忆现在这个地方 你敢去放空吗 很多人不敢 为什么都 哎呦 美股那么强 放空会不会被尬上去 在这地方 你会想东想西 你不见得敢去放 可是今天在这个地方 才开盘没多久 我的会议一看 箭头有翻空 大货有做空 完全符合这个SOP 二话不说 空上去再说 而且各位你看 这一趟空下去 已经快100点 快100点 快100点 我问你 你觉得这样子难做吗 一直到20625这个地方 才翻多 空单跑一趟 有同项就操作 不同项拿来做平仓 这样子做 有没有够简单 有没有够简单 你完全不用去猜 哇我的棋子 哪里该做都做空 甚至 我讲甚至反过来讲 今天就算说你有去放空 你赚几点跑 你赚5点 10点就跑吗 可是今天 放空以后 到镜头翻多 已经到20625去 这边一泼下去 将近100点 你觉得这样做 有难吗 后来震荡以后 在20638 又翻个空 大会还在做空 我们再做一趟空单 而且重点我讲过 而且我昨天跟你预告了 我说再来 下场执政 你看先看看20550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空单 如果昨天你有看到 我给你预告这个20550 各位那你今天 对不对 一样嘛 你这20550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空单 你再跑一趟 哇你几乎频道 今天全台湾奇货市场上 低点中的低点 好吧各位 这样做奇货有没有够简单 这是今天 那如果说昨天 要是你有看节目的话 这是昨天呢 不是完全一样的规则吗 昨天也是开盘以后 大会现在做空 昨天是20642这个地方 箭头翻空 大会做空 我们应该也是先空一趟 后来在607把空单全部补一趟 当然大会没有翻多 所以我们就等嘛 但是后来等到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当时在差不多20630那个附近 在这个地方 大会开始翻多了 我之前跟你讲 到了在这个地方 我们重新做了一笔多单上去 在这个地方 那最贵 每一天每一天 所有的操作 一天一趟也好 两趟也好 全部在SOP之内 可以这样做 每一天每天把旗子的送分 这叫做送分题 今天更标准 你完全不用去猜 什么地方我该多该空 你也不用 这个帕贝什么 这个对不对 完全按照SOP 就这样操作而已 我请问你 但你这样做的时候 期货有没有变得 很简单一件事情 好吧各位 跟大家分享一个关系 如果说你是这个股票之外 你希望也能够摄入旗子的话 那请你赶快 每天记得收看大人旗子 而且重点是 这是我这个大人旗子的 这个LINE群组 这个Future走去888 请设计在OKRCO 你有任何企业商的问题 或是你想了解旗子的话 赶快加入我这个群组 你只要在后台视讯给我 我都亲自回答你 OK 这样OK吗 好 这个阿树顺利 两道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小伙优优优优独立则